欢迎收看老总开讲 我们今天先带您来看 立法院去年修订劳基法了 只要有企业违规不合法的话 就可以来公布 而现在就发现了 这公布以后 这个企业违规最多的前十大业者当中 其实有不少知名企业 包括了两家素食业龙头 其实都上榜了 劳工的权益在哪里 您的荷包又该怎么办 我们先带您来看 这个报道 战争的为客人准备餐点 这些素食店员工部分 都是还在兼职或念书的工读生 不过现在却被爆出 两家知名的连锁素食业 却沦为企业和工厂 根据媒体统计 从去年到现在 老委会查到全台上榜的黑心企业 一共就有458家 而两大素食业龙头都榜上有名 而部分企业被抓包的 最多违规事项 就属超时加班 为依照给加班费 国定假日工资没双倍 超时工作等 而老委会也已经开罚 雇主有违反的时候 最高处罚新台币 30万元以下的花还 素食业久收到通知 自家成为血汗工厂第一名 紧急发出声明 表示缺失部分 是因为自家的国定假日 没有给双倍薪水 才会违规 而从今年1月1号开始 也已经改善 唯独青年节儿童节 因为认定不同 目前也已经有了相关措施 而另一将上榜的素食店 也因为同样问题挨罚 但也已经表示有改善了 薪水是费血 所以确实有发费血 对 素食店兼职工资 胜付出这等心力 却被压榨 超时工作没钱拿 让素食业形象受损 这一期晚王总的讲 是台北报道 其实根据这一年来的统计 总共是有458家企业 是违反这样的规定的 而其中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两大素食业的龙头 而当中也还包括了 保全公司 科技公司等等 我们看到 其实到底这违规事项 刚刚新闻有稍微提到 我们再带您整理一下 其实您在职场工作 真的很多苦水 包括企业违规情形 最常见的第一名 就是超时加班 第二名就是加班 也没有依法给加班费 第三名是每七天 也没有给一天的立假 这个休假也受损了 而第四名包括假日出勤 没有依法给加几的工资 还有也没有备置劳工出勤 记录超时工作等等 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台湾民众 好像很多都觉得说 你要赚钱也没办法 而不过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刚刚看到业者 就是如果说得开罚 花30万块以下 其实很多企业根本不怕 你又超时工作 然后结果你又领不到加班费 台湾的劳工 就大家的工作真的苦啊 该怎么办 是 可是我觉得 第一个我要澄清一下 我觉得血汗工厂这个说法 太夸张了 对 现在普遍在台湾来说 真的不存在 血汗工厂 其实我们真的回过头来去看 其实很多东西是需要比较 如果我们跟我们早些年代来比较 或者是现在我们去跟大陆来做比较 我们才会知道什么叫血汗工厂 他们抠客的程度是超乎你想象 他们工作环境的恶劣程度 是超乎我们想象 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台湾 所有劳工权益的保障 基本上是非常充分的 所以才会有一年 一整年下来 我们去年7月1号修改之后 到现在差不多整整一年 才有大概458家 违反了624项法令 这624项法令最基本的 主要就是主任刚刚提到的 就是超市工作 或者是加班费给付的 一亿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现在对于整个劳工的保障 相对来讲是充分的 那不过说回来 劳工本身应该要非常清楚 你个别的权益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加班费 要怎么去核算 我们自己应该知道 比如说像那种麦当劳 或者是肯德基 他基本上一定是采取立修的 立修的 比如说我修礼拜三 刚好礼拜三有台风来 我应该要不要补价 类似这样的一意 我觉得是个别要去了解 其实就是民众自己在工作的时候 也要去把关 弄清楚自己的权益在哪里 可是很多你就算弄清楚权益了 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 去跟那个庞大的企业 去做抗争的时候 现在很多人很担心 其实你是努力辛苦的工作 其实荷包可能还是会觉得说 薪水有缘赶不上物价的变化 甚至现在也传出了 像是劳委会也预估 八年之后 这个劳保基金 其实就可能就是大缺口 你以后你可能工作一辈子 你的劳保给付你也领不到了 也就是说你辛苦工作一辈子 其实国库也可能会破产 没有错 劳保可能也领不到 你一辈子辛苦工作 那你到底该怎么办 企业没有办法照顾 政府没有办法照顾 民众又该怎么样去保障自己呢 其实这主要的问题是出在我们政府 整个债务的问题上 我们现在政府的债务 光中央政府已经累积到去年年级 大概整个是五兆左右 大家回过头来再去算 它所谓的隐藏性债务 其实光老保这一块 它大概有六点三兆 这两个加起来大概十一兆多 如果你在加上其他一些我们现在看不到的 其实它已经跟我们一年的GDP差不多了 现在劳工的保障其实相应来讲不足 我们所谓的所得替代率 劳工的所得替代率现在平均大概46% 也就是说我现在一个月薪水拿到10万块 我大概退休之后 我一个月大概各种整合算起来大概4万6左右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可是我们的公务员的所得替代率太高 已经高达95% 这个95%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其实你通常在退休的时候 通常是位阶相对比较高 因为不管怎么样 你资历累积上来 第一个位阶高 第二个可能薪水高 很可能你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的退休 公务员在退休的时候 你的薪水比很多出新进上班员工 还要高很多 它会形成一种不公平 所以怪不得大家都想要去考公务 是 现在这个时候确实是这样子 对 一般民进企业 像刚刚总编所提到的 如果说底是有月收入就算是10万块 所以年所得其实已经超过百万了 超过百万 其实可能这很多人不知道 这看起来好像你这薪资很够 可是到退休的时候 你可能所有的保障还是不够的 我们也要带你来看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你知道吗 就算是个台湾年收入是百万元的家庭 如果你就算是很努力的存钱 如果说依据现在台湾就是很多人是在平均56岁之后的就会退休了 你工作也已经32年了 而在换算你每个月的最低生活费的薪资所得 其实算一算 你还是会有一个很大的资金缺口 你到就包括了这个不动产这样算进去 其实你到56岁退休的时候 你还是有925万的资金缺口 怎么说呢 其实有一些报道是讲说你要在退休的时候 要存到3000万元 听说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才有办法去保障你退休之后 平均还有24年可以活 对你才可以保障生活无余 那大家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你刚说到的基本上可能还过于乐观 现在所有的保险业界都在推算一个所谓的长寿风险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寿命真的越活越长 按照现在所有的科技算法 大概每五年可以增加一岁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永远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早 56岁退休绝对太早 我们现在基本上可能要从75字改成85字 所谓75字或85字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的年龄加上你的年支 合起来是75 我们现在规定是75就可以退了 但是以后会提高到85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少子化的概念 老龄化的概念 所以我们年纪越活越久 按照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体寿命来看 其实平均大概已经到80了 80你再过几年甚至到85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这样看回来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比我们自己预估的还要活得更久 但是我们自己领的又太少 而且越到年纪大的时候 你在病床上的时间越多 所以你可能需要耗费的资源更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体的一些问题 所以你现在算起来说 我们整体从60岁开始算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统计数字是 你活过60岁 活到90岁的几率一定超过50% 有这么高 对 所以你如果活到90岁60岁退休你还有30年可活 30年即使准备3000万你一年大概花100万 这个就是实际的情况 可是你知道吗 老人的尊严从什么地方来 也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小孩跟我们的孙子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买单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从这些东西算起来 真的3000万不会太多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存到3000万 这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对 其实总明 其实光是很多人想说我退休能够有一千万 其实就已经在偷效 存到3000万到底民众有什么方法 其实所有的事情真的是遇则利不遇则费 退休金的准备是越早越好 所以你现在如果即使刚进职场 你都要有一个想法说我要准备退休 所以你越早准备你的效益越大 如果你越早能够存到这一笔钱 你等于对自己来说你可以越早退休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东西真的是 最重要的概念是取决于自己 第二个就是所有的理财观念 理财第一原则就是你要学会记账 你要开始记账 你不要说你每一笔钱怎么花的都是小钱 但是实际上你只要开始记账之后 你就会知道你哪些钱是可以再省出来的 这是非常清楚的 你会分辨什么是需要的 什么是想要的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想要扩张了 那基本上就是欲望的扩张 你会省不下钱 这一点非常重要 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理财 这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所谓的资产配置 你的薪水有多少 你要怎么去切分 这就是切蛋糕 一块蛋糕放在这里 你要怎么切 第一块我的生活必须 第二块可能是我一些房屋贷款相关的 再一块不管怎么样你要留下来 你要自己开始做 那这个比例该怎么分呢 其实就是333原则 也就是说我三分之一我应该拿来做我日常开销 我另外三分之一我要去做我的一些相应的支出 比如说最主要可能是房屋贷款相关的问题 另外三分之一我可能要做一个比较长期的配置 这配置里面我可能有基金 可能有理财 可能有定存 也就是说你这一块饼里面 你要慢慢去累积它 你累积它之后 你每一年的投资报酬率 如果有超过5% 真的很恭喜你 你大概在你退休的时候 真的可以存到3000万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这个理财的这个cable 都可以能够把握到的话 退休可以比较安全感一点 好不过大家也会说了 那其实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景气好一点的话 企业赚钱 其实员工的荷包可能也都会比较满满一点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现在就是台湾很依赖这个大陆的市场 那我们也看到最近就是 大陆官方也释放了一个台商的这样大力多 而是否呢 又会对这个台商的整个投资 会在大陆有帮助 我们看到就是大陆官方就表示说了 这是什么样的大力多 这也就是这个投保协定 那包括了像是投资者的定义范围 还有所谓企业对企业的一些规范 或者企业对这个地方政府 在大陆地方政府一些规范 还有呢就是最近在讨论的 就是24小时通报 也就是如果说台商在对岸 有居留的状况之话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保障的一个通报机制 而这些东西规范出来之后 是否在这个台商对大陆的投资环境 也就会变得更好更完备 而对台湾的经济是否也会有帮助呢 是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其实简单说 它就是对于两岸在协商 投资保障协议的时候 台湾所积极争取的一个内容 第一个要把台商的范围扩大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一点其实影响重大 因为怎么说 因为以往台湾对于大陆 台湾对于大陆真正可以直接投资 是08年之后的事 三通直接通商 直接通油 直接通行 这个通商的部分真的是08年之后 在我们再回过头看 我们之前都是台湾 透过第三地到大陆去投资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两岸缺乏相对的一些协议协商 所以透过第三地 透过第三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些 相对相关的协议 所以对台商的保障会比较大 但是我们直接通商之后 这些台商能不能被认定为台商 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如果不被认定为台商 那对于这些台商的投资保障权益 可能无法顾及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一直希望大陆可以把那个 台商的认定范围放大 所以它现在放大了 放大之后 其实我们第一个直接影响到的是 我们台湾的这些金融事业 我们现在金融事业在大陆 设了非常多的点 但是它严格被规范 它只能跟台商之间往来 那如果这些台商之间往来 按照现在原有的定义的话 它的范围非常窄 好 等到你范围扩大之后 原来透过第三地的都可以往来的话 它们光业绩的估计 都可以成长一倍以上 是 好 所以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这是我们要请总编跟我们讲 那其实现在的台商 在大陆的这个优势 如果说能够 这些协议 包括下次江城会 如果有一些进展的话 是否整体来看 就是我们在大陆的竞争优势 会变得比以前更强呢 是 所以所有的法律 行注于法律之后 再补充说 比如说对于企业的保障 企业跟企业之间 在大陆很多地方 会有非常多的纠纷 那如果单纯依照 大陆的相关的法律 把这个企业跟企业之间的纠纷 它可能对于台商有所不足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 企业P2P的部分 要放到这个法律里面 这些都是我们在设想 对于台商保障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设想 好 今天谢谢总编的点评 我们更多的新闻内容 马上回来